嘿兄弟,看看我的笔曲,这可是詹姆斯给我打出来的 对于南苏丹热爱篮球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心中的篮球之神绝对不是乔丹和詹姆斯 在十年前国家刚刚独立时 这位神的名字叫卢尔邓,NB的明星前锋 十年后,加布里埃尔有希望接过这根接力棒 在苏丹出生时,父母给他起了叫维尼恩的名字 用当地语音翻译就是擦干眼泪的意思 那个家庭的确需要擦干眼泪 在战乱里,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流浪逃生 比他大一岁的姐姐甚至在路上夭折 最终,他们和一群南苏丹的难民一起来到美国才得以安居 和每个在贫困中挣扎的孩子一样 体育成了唯一的出路,加布里埃尔也不例外 高中时期他的天赋让他所向披靡 在当届高中生位列第十四 甚至还当选五星高中生 肯塔吉杜克等等一众高校登门拜访 甚至以美国国籍做条件 可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大学时期的加布里埃尔才发现 自己的得分能力在这群科班出身的孩子面前 就好像是小屋见大屋 投篮效率比不了,篮下脚步比不了 也就剩下一项风盖技能傍身 2018年选秀,他不出意外的落选了 但是追逐NBA对于加布里埃尔是必须做到的事 全家乃至深厚的南苏丹都在关注着他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改善家庭的生活 下季联赛加布里埃尔干遍脏活累活 在国王开拓者拼尽全力的增强篮板 去拼每一个地板球 甚至在和詹姆斯对抗后流鼻血 他都很兴奋 下场之后他缠着队友喊了很久 嘿兄弟你看,这可是詹姆斯给我打出来的鼻血 没错,自己能和詹姆斯同场竞技 就已经很荣幸了 四个月里,加布里埃尔连续换了六支球队 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十天短合同 换算下来,他的年薪仅仅是11万美金 可是作为一个在家分中生存的球员 一个想要让家庭活下去的球员 这笔钱也足够了 祝福他能依靠自己的积极 留在梦想中的NBA